欢迎收看 晋级的台湾 我是明君 带您来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有一间位在台中的 七十年老面店 人称吉妈的第二代老板娘 她有着豪爽直率的个性 也是出了名的大嗓门 帮客人点餐的时候 总会用麦克风来附送餐点 整家店大声嚷嚷的声音 不绝于饿 而店内供应的是什么呢 是眷村味的上海面食 用家传配方制作出的面条 还搭配这个免费的 烟葱段小菜 十分解腻 老店经历了三代婆媳传承 还连续两年 荣获米其林 碧碧灯的殊荣 一个大排 两个小排 一个大蛋蛋 煮好外蛋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一个蛋 好 这里拿 大排在这里吃 再加一份肉 大排加肉 这里吃 背着麦克风大喊 固定坐在门口旁的小收银台 她是人称吉妈的第二代老板娘 听她播播叫菜 是这里最独特的风景 大排小蛋蛋这里吃 大排小蛋蛋这里吃 她特点就是她闪门特别大 有些人不习惯会以为要吵架 习惯就好了 习惯你没听到她大闪门 你还会觉得不习惯 就加位在台中的面馆 教菜方式很特别 但想想店内满满人潮 不大声点似乎也不行 妈 再讲一次好不好 吃的面 三碗煮好的外带 没有吵架的意思 只是有时候 她还会讲到破音啊 喊到破音啊 或者是 或者是其实她讲得 听得很清楚 有时候故意就是要逗她 里头长出的是吉妈的媳妇 胡彦玲 如今是接手的第三代老板 当然也承袭着自家特色 吃完了 吃一个大盘 但是要给它嚼肉 它拿去嚼肉 好 对客人的喜好 早已掌握在记忆中 面好吃是当然 但这麦克风大好点菜 厨房一呼百怒的场景 大嗓门环绕音效 似乎也把这碗猪排面 称得更香了 我在这里吃了三十几个 排骨湯面 它的面很特别 吃得好吃 外面吃不到 采用新鲜里基猪排 没有裹上过多炸粉 现点现炸 吃起来软嫩烹香 配上清淡汤头及面条 吃的时候不觉得过分惊艳 却意外会想念 七年有了吧 也是五一间走来这里 然后发现外面排队还很多人 很经典的那个有特色的餐点 炸酱面的料 它只有豆干跟红萝卜 它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它只有加我们家的酱汁 没有肉燥 没有肉燥 也没有蒜头 所以这种是五星素 它们可以吃啊 另一碗滋味道地的外省炸酱面 配料及做法相较简单 却也特别顺口 加入勾汤 还能直接变成汤酱面 就像是清水变鸡汤 簡單又美味 我最爱吃的就是它的招牌 那个排骨面 然后我来的话 都是一定会再加一份炸酱 从小吃到大了啦 就是来都一定是会点这两样 吃面的同时绝不能错过的 还有这免费小菜 简单凉拌的腌葱段 十分解腻又开胃 这这辣椒加入蒜末跟葱 再淋上热油 红亮喷香 有的客人还真的就只是冲着这一位而来 有时候要买那个葱 我说你吃面的时候我会送你葱 你觉得好吃要再买回去 你再去买 凉拌葱 其实这是偏 凉拌菜最主要就是酸 所以我现在放的这个是醋而已 很好吃耶 对 我们没有 我们家再放料 没有再拿秤子在那里秤 还是 还是几瓢几瓢 没有这事 放料不手软 一次就是好几斤的量 让这免费小菜更显得呛辣烹香 已是半退休的吉妈 亲自传授媳妇的做法 不仅味道 连人情味也不变 如果人家的老板人知道 我常常送这个送那个给客人 所以我跟客人比较有感情 就是这样子 他上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位老妈妈 那时候最早的时候 然后他是第二代 然后现在已经传第三代 我知道啊 我常常来吃 他有时候塞一些菜给我吃啊 老顾客回忆过去 因为这味道已经味饱 台中人超过一家字 创立于民国39年 出生自上海的第一代创始人 吉尼鸿安 当时为了生计 拜起上海家乡味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面摊做起 如今搬到县址 已有20年 包括打基础嘛 对不对 他们创业嘛 那我是把基础打稳嘛 然后现在交给其他 三代了 我们做了七十年了差不多 就一接就接了好 我本身接了都做了三十年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传媳妇 最主要还是要兴趣 人家看我辛苦 我不辛苦 好乐啊 因为这是我自己 喜歡做的事情啊 我不是有讲过吗 你不喜欢做的事 叫你做的话 你会很累 辣椒衣服你去选 我要选 要尝一尝啊 它比较辣 我说啊 客人说 怎么那么辣 我说辣椒不辣 那叫什么 叫甜椒啊 款款小菜 重辣烹香 这是因为吉妈 源吉山东 神与四川 个性自然 直率海派 但别看她年纪大了 算钱收账 利落得很 一个小的 对不对 230 还有什么 但那边是辣的 305 而这一算 就算了半辈子的人生 从吉太太 卖到成人人口中的吉妈 小面馆婆媳三代相传的 不只是大嗓门 还有从70年前第一代婆婆 就开始賣的这款面 我的面比较没有抓好 一球一球在那边 所以就是客人要面少我就煮少 客人要多我就煮多 然后我们的 就是这样子 只有这个细的面条而已 家传的独特面条 搭配大骨熬煮的汤头 用少许醬油 麻油当基底 再放上炒好的酸菜 这碗酸菜面 是创始人最爱的料理 一碗汤面再配上一杯酸梅汁 更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我刚念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19岁吧 然后 所以我今年 我今年到现在都大概三十... 三十八年了...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吃这么久了 味道有变吗 以前的 没有 她们一家 应该是说三代 都在我们家里面吃的 她们相家的故事 我怎么看到妳是最感動的 就是她一边吃 一边掉泪 她不知道吃的是糖面还是干面 有啦 這单纯美好的滋味 是三代婆媳一麦香醇的 大嗓门美味 一碗面 一杯酸梅汤 跟免费的凉拌小菜 慰藉了老一辈人的乡愁 也唤起这一代人的儿时经验